在尊敬土地公的传统中,人们相信通过一定的仪式可以获得神明的保佑和财富。 虽然金钱不是解决所有问题的答案,但他在现代社会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因此,许多人怀揣着致富的梦想,会在家中恭敬地供奉财神,即福德正神,也就是大家熟知的土地公。 土地公不仅是财富的象征,更是丰收和幸福的使者。 在众多关于土地公的传说中,他被认为是守护神,能够带来五股丰登和家庭的和谐。 因此,许多家庭都会将土地公的神像请入家中,进行虔诚的供奉。 但正确的供奉方式,你又是否真正了解呢?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探索。 什么样的人能得财神赐福? 有一天,土地婆质疑财神爷为何不平等地分配财富,对穷人视而不见,却对富人慷慨赐福。 财神爷解释说,这是因为穷人心中充满了恶念,而且他们前世的行为决定了今生的命运。 他们曾经偷窃和欺诈,因此今生注定要辛苦劳作。 相反,那些富有的人钱是行善多端,自然而然地享有今生的财富。 为了证明这一点,财神爷决定做一个实验。 在黎明前,当四个苦力工人匆匆前往妇人家中抬轿时,财神爷在他们必经之路上放下一块黄金。 由于天色昏暗,工人们匆忙中踢到了黄金,却以为是石头,纷纷诅咒那未知的放置者。 黄金最终被踢进了路边的草丛。 不久后,一个富人骑马出来散步,他的马意外地在草丛中发现了那块黄金。 马主人惊喜地发现这块黄金,感叹自己的好运。 财神爷对土地婆说,这就是命运。 穷人即使面对财富也无法认识,而富人即使在不经意间也能得到更多的财富。 一个人的命运不仅仅取决于前世的行为,还取决于他们是否能够认识和抓住机遇。 因此,我们应该在生活中多做善事,积累好的姻缘,这样无论走到哪里,都能遇到贵人相助,避免灾难降临。 这是一个关于命运、机遇和善行的深刻预言。 如何拜土地公才正确? 在传统习俗中,土地公它象征着对财富和运气的追求。 土地公被视为守护财富的神灵,因此,按照正确的方式,祭祀是至关重要的。 通常,每月的初二和十六倍定为祭拜土地公的吉日, 而在农历二月初二,土地公诞辰之际,更需隆重其事。 这一天被称作头牙,是新年后的第一个重要节日。 对于非商家的人来说,无需在家门口摆设祭坛, 但对于商家而言,这两个日子则不可或缺, 需要在店铺前恭敬地供奉土地公。 按照中国的传统,每月会有四次祭拜仪式, 分别在初一和十五项福德正神祈福, 而初二和十六则专门祭拜土地公, 以祈求财运亨通。 如何敬拜土地公? 初一,十五在屋内白白, 放一张高桌子, 桌子上可敬拜水果供品, 如土地公爱吃的土豆, 麻薯酒,金纸等, 念着,奉请福德正神, 十方土地公给我加持, 是非无,小人闪, 贵人来扶持, 弟子敬拜。 香烧过十五分钟之后即可烧金纸, 烧完金纸后, 再以蒸过三巡的酒撒在金纸上。 初二,十六, 在屋外或阳台上白白, 念着,十方土地公, 请您来领收, 请您来发财, 请您来保佑, 给我做事会定, 行行会赚钱, 做事的人疼。 祭拜土地公的禁忌 在祭祀土地公时, 我们应当提供甜美的食物, 因为这些食品 最能获得土地公的青睐。 祭品的选择必须细心考虑, 避免任何可能带来不愉快味道的食物。 甜美的糕点和水果是理想的选择, 它们不仅象征着丰富的财富, 也代表着尊贵的恩典。 清水和新鲜的水果, 象征着源源不断的财富和好运, 是祭拜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祭品的新鲜度和清洁度也至关重要。 无论是肉类、蔬菜还是水果, 都必须保持最高的新鲜度和纯净度。 例如, 祭祀用的家禽应当现场宰杀和烹饪, 确保其新鲜度。 同时, 蔬果的品质也需严格把控, 不可有任何腐败或辩制。 在祈求土地公的庇佑时, 我们应当避免过度的贪欲。 虽然我们都希望生活得到更多的祝福和顺利, 但我们不应贪求过多。 如果急需财运, 可以向土地公借财, 但一定要记得履行承诺, 回报神恩, 并将一部分用于慈善, 以此表达我们的诚意和感激。 除了这些禁忌, 我们还应在祭拜前进行虔诚的祈祷和冥想, 以此准备我们的心灵, 以最恭敬的态度进行祭拜。 总之, 只有真诚和恭敬的心, 以及对祭祀禁忌的严格遵守, 我们才能获得神明的保佑和赐福。 坚信遵循这些原则, 土地公必将赐予我们一个完满的一年。 祭拜土地公禁忌不多, 但传统上以子时祭拜最多。 祭品主要以土地公最喜欢的土豆、 麻薯、九三大系列为主, 加上个人准备的生品、 水果都可以。 根据庙方人员说, 土地公不像天神, 官微大, 禁忌多, 比较像是基层的邻里般亲民。 所以, 与一般庙语禁忌相同, 家里有丧事或女人生理期, 不拿相宜守拜, 算是唯一的禁忌。 至于参拜的时间, 以子时最佳, 也就是晚上十一点到凌晨一点, 据说是因为这个时间, 土地公刚起床比较清醒。 祭品也有学问, 拜土豆吃到老, 麻薯年前, 久活得长长久久。 对土地公的敬拜, 不仅仅是为了财富, 许多人也会祈求后代。 信徒们在祈祷后, 常常会触摸寺庙前的土地公雕像, 认为其胡须象征着健康长寿, 元宝寓意着财富增长, 而拐杖则是官运亨通的标志。 在本地的土地公庙祈福, 是一种深植人心的习俗。 无论是寻求财运, 事业成功, 还是其他愿望, 人们通常相信应当从身边的土地公庙开始。 有些人可能会倾向于远道而行, 专程去大庙参拜, 但实际上, 频繁的参拜往往比单次的大量奉献更为重要。 这可以与人际关系相比较, 相较于每年只赠送一次昂贵的礼物, 人们往往更加欣赏那些经常来访的朋友。 神明的亲近也许与人性相通, 频繁的参拜能使人与神明建立更深的缘分, 从而更容易得到神明的帮助。 因此, 家附近的土地公庙是值得敬仰的圣地。 在追求财富的道路上, 土地公的崇拜是一个深植于民间的传统。 作为慈祥的地方财神, 定期向土地公献上敬意, 可能会为您带来意想不到的财运。 通过虔诚的念诵福德正神圣号, 安土地真言或福德正神金经, 可以增强土地公对您的祝福力量。 此外, 将土地公和土地婆视作精神上的父母, 尤其适合于那些天童星能量强或生日在农历二月二日的人。 这样做不仅能够加深您与神明的联系, 还能获得他们的庇护, 因为没有父母, 不爱自己的孩子。 只有那些心怀诚意, 行为端正的人, 才能得到神明的保佑。 怀着感激之心, 感谢养育我们的大地之神, 存有善念, 尊重天道, 爱护他人, 每个人都能够获得自己应得的福报。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这些内容, 请不吝点赞, 订阅或分享给您的亲朋好友。 祝您生活幸福, 期待与您的下次相见。